世界羽球一哥安塞隆无法实现连续五次闯入全英羽球赛决赛 粉碎他这项目标的正是我国选手黄志勇 他在16强赛表现神勇和安塞隆激战三局后成功屠龙闯进八强 同样晋级的还有我国一哥李子佳 他直落两局轻取日本选手 终结过去五场赛事止步16强的厄运 世界排名28的黄志勇昨天晚上在全英赛时六强对战世界一哥 也就是未免冠军安塞隆 黄志勇充分展现了冷静沉稳 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 拿下八分之后开始反超 还一度连取六分 成功以21比15拿下第一局 不过随后他的状态下滑连丢十分 以9比21丢失第二局 好在进入决胜局 黄志勇调整回心态 稳扎稳打 一路保持领先 到了第19分 开始被安塞隆猛追反超 不过他丝毫没有慌张 挽救两个赛点之后 以23比21成功屠龙 勇闯八强的黄志勇将在八强赛 对垒中国新星李师峰 而在另一场南单16强赛 我国一哥李子佳对战日本选手西本全泰 两局都一直保持领先 最终以21比15以及21比10 两局直落轻取对手 李子佳也终于打破了过去五场比赛 都止步16强的魔咒 和黄志勇一起抱到八强 他会和日本新星奈良刚攻大 争夺半决赛资格 而在南双方面 我国自由人王耀新和张玉宇 连续第二年在16强赛 对上印尼组合 也就是卫美冠军苏伊布和巴加斯 不过新女组合没能报仇 两局比赛都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反超 最终以两局18比21败下阵来 无缘晋级八强 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南双全军覆没 这在明天假还没有 就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